哈喽 大家好 今天去一家性价比超高的小酒馆 之前在上海混了几天 找了一位颜值博主年度 如果你们想看 点到5万赞 但其实我也知道 5万赞大家伙一个晚上就能点到 对吧 炸过的牛舌小酥 试一下看看 下面加点是什么酱 不算是辣酱 挺好吃的 外面酥酥的里面很嫩 非常嫩 这道牛舌是我喜欢的厚切 咬到嘴里会有饱满的口感 外酥里嫩相当可以 包子皮做的小汉包 厚实的包子皮包裹着充满油脂的五花肉 搭配了一点酸辣味的酱 饱足 但吃起来略有压力 特意点一份大可苦 酸萝卜水牙 这个茶壶里面是酸汤 吃一口 没有吃到鸭子味的 有点肉松的口感 里面应该是米糕吧 很软糯的 这汤可以 酸很够味 美酒我一下 你会发现鸭家的黑油 你一定会遇到匙伤渣 crunch 你放下来 蛋熟的 我现在已立立了 你猜猜猜有什么 搭配 我们现在在鸭家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加了调味料拌在一起 也是这样 今天晚上买单价格是1020 你们觉得如何 值不值 我觉得作为一家酒吧来说的话 是还可以的 如果作为一家餐厅来说的话 就还行 酒馆出来夜已深 肚子还是有点饿 惊讶地发现一家面馆 现在是接近凌晨1点 你们感兴 拍这么晚这么多我也得吓到了 看一下这边夏天的话 三四点还要排队的 喝口汤看一下 太香火了 太适合炒饭了 哇好麻好辣好结酒 我觉得今天晚上来这 面条感觉还蛮清高的 味道还可以 还要40年了 吃下来肉还没烧 肉就普通的薄酒 肉一般 汤还挺有色情 面条还不错 这有花有热心 90块打出来这些 那你附近没有热心 可以了 要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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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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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晚安 各位早点睡 我还要赶去 下一场派对 拜拜